孟加拉同样身陷Delta变利病毒泥沼当中 但是边境地区克克斯巴扎尔就有大约2万人确诊 其中200人丧命 为了避免难民营爆发集体感染 孟加拉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以及红星月会 今天启动第一阶段疫苗接种计划 优先为55岁以上的罗兴亚难民接种新冠疫苗 当地首席卫生官员拉赫曼指出 当局将在这两天内为48000名罗兴亚难民 接种新冠疫苗 初步估计第一阶段会为65000多人接种 拉赫曼表示目前正处于开始阶段 因此相信未来会分阶段 为所有罗兴亚成年人接种疫苗 至于缅甸 当地政府的态度就截然不同 若开邦官员表示 目前没有计划为罗兴亚人接种疫苗 再第二阶段会为44000多人接种疫苗 我们要计划 转发 但 因此 感谢观看